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纽约州疫情趋缓 库默提多项重启条件 疫情趋缓 纽约法莱胜华人超市重新开张 黑龙江疫情告急 民众表示政府隐瞒实况 美军特计飞行 纽约上空向抗疫英雄致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 由于纽约州的疫情逐渐趋缓 纽约州长库默在周二提出了多项重启条件 见面来看详情 据纽约州长办公室数据 各项疫情数据持续下降 死亡人数4月27日新增335人 其中300多人在医院逝世 近30人在疗养院 纽约州长库默周二宣布 纽约州成立重启经济顾问委员会 将邀请100名商界、社区界人士研讨复工计划 第一阶段将重启建筑和工业 约有4万6千个岗位 关于重启计划的条件 库默支持疾控中心的建议 地区疫情需要连续14天下降 才能重新开放 库默的重启标准 已当医院容量降到70% 或传播率低于1.1 同时大规模检测、追踪以及隔离点也将就位 包括确保每10万人 至少追踪到30名密切接触者 作为新常态的一部分 会继续保持社交疏力政策 继续检测以及对疫情的监控 新唐人记者宇婷 纽约报道 再来关注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 宣布了新的学校成绩评分标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纽约市的最新情况 根据纽约市府的数据 纽约市截至周二 共有157,713例确诊 11,820例确诊死亡 5,395例疑似感染死亡 在全市的三项指标中 住院人数和家户病房人数都在下降 但公共卫生实验室的检测阳性数字有所增加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周二因应疫情 宣布了新的学校成绩评分标准 对于K到五年级 孩子们将按符合标准或需要改进来进行评分 六到八年级的初中学生将按符合标准 需要改进或是课程正在进行中进行评分 而高中学生将使用现有的评分标准 高中生在获得合格的字母等级后 还可以选择将其转换为及格等级 使下半学年的GPA不受影响 市长表示 学校将通过暑期和秋季课程帮助孩子们 并将重点落在八年级学生和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 此外 他还将为高三学生举行线上的毕业典礼 另外国防部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位于纽约市贾维兹中心的野战医院 病床需求量并不像最初预期的数字 将于5月1日左右结束任务 贾维兹中心已经治疗了1093名病患 该中心正在将现在的74名患者转移到当地的医院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纽约报道 一项最新的数据分析显示 纽约市地铁的乘客量在纽约州长宣布 纽约州的疫情度过高峰之后 已经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根据本威林顿的一项数据分析 从4月17日到24日的一周时间里 纽约地铁的乘客量增加了17% 之前的一次短暂的反弹出现在3月末 而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收入 则从4月16日开始每日增加 本月18日 纽约州长库默宣布 纽约州疫情已经越过高峰 乘客量的回升也刚好发生在这之后 因此报告也鼓励纽约人出门 不过MTA的发言人则对这份报告做出回应称 本惠林顿的报告是基于MTA地铁站近站口的刷卡次数 并不是最终的数据 上个星期的乘客量 其实只比之前一个星期多了6% MTA指出 目前并没有充分的数据能够判断 目前的乘客量回升究竟是稳定的趋势 还是短暂的现象 自中共病毒在纽约爆发以来 原本每天50万的MTA地铁的乘客量 已经下降了90%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 再来关注 随着纽约这边的疫情有所趋缓 在华人社区的不少超市决定重新开门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现在我们看到在法拉盛缅街的新世界商城 这个缅街这个入口这边 木板已经是拆掉了 那么好消息是呢 明天开始新世界超市将会重新开放 除了缅街的新世界超市 法拉盛的华人超市 包括缅街两家昌发超市 以及凯西纳大道的中美超市也会开门 而Skyview和布鲁克林 艾姆赫斯特的昌发超市 则还没有给出开门的时间 不过超市的营业时间会比以往缩短 而且民众仍然需要戴上口罩 才可以进入超市内 在法拉盛的德昌肉食公司 则改变了经营模式 民众先在网络订单 再到店里取货 网络上流传出一张告示 显示位于布鲁克林的欧江超市 在4月27号重开 不过民众需要通过电话预约 才能到超市购物 而且静电需要先通过体温检测 最低消费100美元 另外 法拉盛的爱新鲜超市也贴出公告 民众需要通过微信群预约才可以购物 而且最低消费200美元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韩瑞 纽约报道 周二 三个民间组织一起合作 向皇后区2000个低收入的家庭 送去新鲜的食物 来了解一下 周二 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气结束 纽约晴空万里 在东河畔长岛市一家画廊的附近空地上 社区组织 Queen's Together Brighter Bites 和The Connected Chef 正在准备2000包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这种食物是为家庭 经过Brighter Bites的计划 之前的COVID-19危险 所以这种食物不安静的家庭 和孩子在公开学系统 因为我们公开学系统 离开了 那种送费系统 把我们公开学系统 送给我们公开学系统 就断断了 那就是 Queen's Together 可以进入 纽约州女众议员阿拉贝拉 也来到现场声援 她说 今天的活动完美诠释了 人们的互助精神 今天所捐助的食物 由另一家纽约市非盈利组织 城市收获提供 装配好的食物 将直接送到受帮助者的家里 组织者表示 未来他们会使这种专注活动 汇集更多人 新唐人记者金时奥利福 纽约报道 周二 纽约市消防局 纽约市警局和邮政单位的员工 在布朗市的一家照护中心 举行活动 向医护人员和必要行业的员工致敬 活动请到了一位白老汇的歌手 他为在场的所有必要行业的员工歌唱 在场有照护中心的医疗人员 纽约市警局的警员 纽约市消防局消防员 纽约市卫生局的员工 等等必要行业的员工 他们戴着口罩 面罩 在音乐声中鼓掌 给予彼此鼓励和关怀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 纽约报道 黑龙江疫情告急 民众表示政府隐瞒实况 欢迎回来 周二 中国大陆以外 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 已经升至304万人 死亡21.2万 随着各国相继出台明确的解封计划 欧洲正在逐步走出瘟疫的阴影 再有6天 一度沦为欧洲疫情中心的意大利 即将走出长达两个月的全国封锁 各大城市已开始为解封做准备 在罗马和米兰 车站 公交车和地铁里 随处可见保持社交距离的标志 更出动士兵现场监督 确保民众遵守规定 目前 意大利的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20万 但新增和死亡病例连续多日保持在将对较低的水平 为意大利解封提供了条件 周二 法国议会以368比100票 通过了总理菲利普提出的全国解封计划 从5月11日起 法国将逐步开放学校、公共交通和非关键行业 但餐馆、咖啡厅、电影院等餐饮娱乐场所将继续关闭 10人以上的公共集会也继续被禁止 西班牙内阁周二举行会议 评估最新疫情为进一步放松封闭管制做准备 如果疫情持续好转 预计西班牙人将很快获得更多外出活动的自由 周二 西班牙的当日死亡人数降至301人 少于4月初最高纪录时的三分之一 为当局继续解封 增加乐观因素 中共病毒爆发较晚的俄罗斯目前尚未达到疫情高峰期 总统普京周二宣布将原定4月底结束的封闭管制措施 延长至5月11日 普京同时要求政府出台纾困计划 帮助国家经济和民众度过疫情危机 并在5月5日前制定出解封件一书 截至周二 俄罗斯的累计确诊人数将近9.4万 但死亡率相当低 仅有0.93% 周二 日本的新增病例数量继续维持在400例左右 但日本医事会会长恒仓义武认为 日本目前的检测数量 并不足以评估感染人数是否下降 需大幅度提高检测能力 恒仓义武更直言 如果不能开发出有效预防中共病毒的疫苗 已退迟到明年的东京奥运会 恐怕仍很难举行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周一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表示 由于质量不合格 印度取消了从中国购买快速试剂盒的订单 调查发现这批试剂盒的准确率只有5% 周一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因质量问题 取消了从中国订购快速检测试剂盒订单 据报 四月份印度从中国广州万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力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订购了500万个快速检测试剂盒 据称 这种试剂盒可通过泄液样本快速得到检测结果 并可测出是否有感染室及无症状感染者 不过 印度拉贾斯坦邦官员称 用该试剂盒多次检测以确诊感染者 但结果却显示阴性 经测试 这批试剂盒准确率只有5% 3月下旬以来 中国销往欧洲 亚洲及中东多个地区的医疗物资 频频出现治疗问题 被退货 意大利驻美大使威利奇欧日前表示 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警惕 在各国急需医疗物资之际 中共借机塑造自我形象 扩张国际影响力 新唐人记者言希综合报道 近日有消息传出 由于黑龙江省疫情严重 日前大陆的一批重症医学专家 正在从武汉赶赴黑龙江 据陆媒报道 之前因疫情已在武汉三个多月的 重症医学专家佟昭辉 邱海波 渡滨 于4月26号赶往黑龙江 另外 另一名专家钟南山 当天也传出到牡丹江市的两家医院 牡丹江领口县 一确诊病例在康安医院陪护时染疫 回家后又传染给老人 他曾到过多家超市 因此引发该县居民恐慌 领口县居民表示确诊人数不止政府公布的两例 居民质疑当地政府隐瞒疫情 封锁有关疫情的消息 大庆市日前传出来自哈尔滨的病例 大庆市民王先生表示 很多黑龙江人出省或出国打工为生 目前黑龙江持续爆发疫情 黑龙江人的遭遇跟湖北人一样 也受到歧视 古丹江市两家医院前几天爆发了群聚性感染事件 其中一家是康安医院 26号传出这家医院 每天向患者收取高额费用 却只提供10元的合办 患者嫌伙食太差 集体把办扔在医院的走道上抗议 青菜人记者雄斌李佩玲采访报道 朝鲜独裁者金正恩 连日来缺席了一系列重要的活动 引发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关注 韩国政府周二表示 金正恩的失踪 有可能是因为中共病毒疫情 韩国统一部部长金恋帖 周二在议会表示 金正恩多日没有现身 是因为中共病毒疫情问题 金链铁表示 韩国有足够情报 朝方没有特殊动向 也不便透露有关金正恩是否在平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关注金正恩的动态 并与美方密切交流情报 周一晚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知道金正恩的近况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美司法部审查防疫行政令 保护公民权利 欢迎回来 周一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发出指令 要求全国联邦检察官 对州府和各级地方政府 就防止疫情传播所发布的政策 进行审查 以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人权和自由 不受侵犯 为防止中共病毒传播 美国从联邦政府 州府 到各级地方政府 颁布了系列限制措施 包括居家令 限制在公共场合聚集等 一些地方政府 还发布了一些 更为严厉 有针对性的政策指令 比如 即使在遵守 政府防疫指令的情况下 也不允许信仰者举办宗教活动 否则出动警察干预 或进行招额法传动 4月27日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发布题为 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 平衡公民权利的备忘录 在这份指导性文件中 巴尔特别指出 宪法和联邦法律 禁止歧视宗教机构及信仰者 巴尔部长发出这个指令 其实无非就是说 我们要仔细地去甄别 每一个个案 看这些行政命令 是否对美国人民的人权 对他们的宗教自由信仰 对他们的结社权利是不是造成了冲击和影响 如果有这种冲击和影响 就要予以及时的纠正 日前 管辖陈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威尔的联邦法官 Justin Walker 裁决了一个教堂诉讼案 他颁布了一张临时限制令 给路易威尔的市长 阻止他将当地民众举办复活节宗教活动 界定为刑事犯罪的措施 认为该举措是超越任何理由的 是违宪的 专家认为 司法部长的备忘录赋予联邦检察官 更多主动性 除了对案件的裁决 也可主动审查地方行政命令 是否违宪 这保障了法律的实施 司法部长巴尔在备忘录中写道 许多在常规时期无法想象的政策 在最近几周变成了正常 我们不想过分干涉州和地方政府 为保护公众所做的重要努力 但是即使在危机时刻 宪法并没有暂停实施 新唐人记者李澜 特约记者金时 纽约采访报道 美军特计飞行 纽约上空向抗疫英雄致敬 欢迎回来 周二 美国空军的雷鸟飞行中队 与海军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的战斗机群 一同掠过纽约和新泽西的上空 向抗疫前线的工作人员致敬 那么节目的最后 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两组分别来自美国空军和海军的 精英战机从低空掠过 雷动的呼啸声 是对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 轩人和关键行业工作者们 最嘹亮的致敬 当天的飞行表演 由6架F-16猎鹰战机 与6架F-18大黄蜂战机组成 通常只有在特殊许可时 人们才会有幸目睹两组战机 如此近距离表演飞行特技 当天的飞行表演总共持续40分钟 尽管军方事先以建议民众 尽量留在家中观看 仍有不少人来到哈德逊河边 尽兴地观看这一难得一见的特技表演 纽约和新泽西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累计死亡人数已超过2万3千人 川普总统上周宣布 将派出美国著名的海军蓝色天使 和空军雷鸟特级飞行队 到美国各主要城市上空进行飞行表演 向工作在疫情最前线的义务人员致敬 新泰人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大纽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